说到拉贡达可能很多人都比较陌生 因为该车在中国比较少有 不过它的公司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拉贡达是英国一家著名的名贵汽车品牌 阿斯顿马丁旗下的超级跑车 而2015年才在上海车展上首次亮相 这也是亚洲的首次亮相 作为一款豪华大型车 该车全球限量200辆 所以在上海车展上 国民老公王思聪就在现场定下了 这辆来自英国的复古超跑 拉贡达的外形设计简洁 整体具有流线感 但也处处体现豪气 车身和劳斯莱斯一样也是纯手工打造 内部装饰比较复古 座椅采用高档皮革包裹 动力是搭载6.0升V12发动机 时速最高可达每小时281公里 当然作为阿斯顿马丁旗下的车 整体的风格设计还是很接近的 可是作为江苏首台拉贡达 却被网友吐槽长得丑 因为像蒙迪欧 大概是大家觉得 这一千万花的有点冤枉吧